为了让桃园机场改头换面 交通部特别成立了机场改善小组 总共提出了100多条改善的项目 从厕所的品质到美食区的价格 都要让旅客满意 当然机场还有其他更大的问题有待改善 我们现在就跟着记者的镜头 到桃园机场去走一趟 热腾腾的牛肉面 多汁的汤包 还有汉堡 热咖啡 这些美味的食物在桃园机场通通吃得到 只是提到价格 让很多旅客只能摇摇头 上个月初为了扭转桃园机场食物贵 又难吃的负面形象 还首度举办美食评比 让民众免费试吃 不过选择不多 口味不够精致 带改进的地方还不少 除了饮食外 硬体设备像是手推车太烂 空桥断裂 没下雨 天花板却不时滴滴答答的漏水 甚至连厕所的废水也溢流 这些负面的观感该怎么消除 交通部成立机场改善小组 目前要改善的项目有100多项 包括动线 行李提领与通关效率都是重点 机场的改善大概100多项 那么我们会针对相关的硬体设施 软体服务 我们会加紧的改善 此外为了让美食区的价格更亲民 机场也把便利商店引进 让旅客有更多的选择 桃园机场也将规划成立美食街 预计年底就会开始进行招商 最快明年初 平价美食街就会在桃园机场看到 希望让外界诟病的国家门面 能够焕然一新 接着无聊于林国黄桃园报道